一旦文豪李敖辞世 但他留给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 2005年他到北京大学演讲 辛辣的发言 造成当时的80后青年极大回响 为言论自由一提一下了精辟诸解 作为大学一个特色 什么言论都敢接受 没有什么说是可以害怕的 不能讲的是不正确的 欢迎说完台下掌声 如雷响起 2005年李敖到北京大学演讲 妙语如珠引起极大回响 开放A片的那一年 全国的强奸 强奸的犯罪率 减少了16% 言论自由就好像看小电影 看A片一样 让他讲了 让他骂了 让他说了 让他老虎屁股 让他摸了 没什么了不起 把言论自由比作A片 浅显直白赢得年轻人的共鸣 这场演讲博得满堂彩 也影响了不少中国大陆80后青年 您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够来北大 当胡锦涛请我做北大校长的时候 我就来了 幽默风趣深入浅出 李敖鲜明的形象深植人心 他历史15年完成的小说 北京法源寺也被改编成话剧 翻上舞台演出 当时北京法源寺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但没得奖 比奥还为此大骂评审不公 对中文理解程度不足 如今才华洋溢的李敖安然离世 他的传奇事迹只能从故旧口中追忆 一代文人应该是二十世纪 台湾甚至包括中国大陆 中文体系我觉得是一个最挑战的一个作家 一生挑战权威敢怒敢言 一代怪姐李敖从不低头 却也不得不屈服于命运之神的召唤 记者张高鹏不商君台北报道